在春节假期结束以后 我们看到港股首个交易日 就有一个开门红气氛高涨 那么投资者的情绪 是因为节日气氛受到了渲染 还是说国际资金相继回流到亚洲市场 也带动了资本市场的热情 现在我们来立即连线 公英国际研究部的股票策略师 邱志诚先生来为我们解读一下 邱先生您好 您好 那首先我们看到就是在周二的 昨天港股是高开高走 横止是午后持续上行 涨幅也扩大到2% 也是创了2018年6月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了 那么这是否印证了说 节前有一个说法 说是回流到亚洲市场的资金 开始潜伏起来了 并且在这个节后 它可能就冲到了市场里边 您觉得是不是这一波资金 带来了一轮上涨的行情 还是说大家真的是受到了一个节日的渲染 然后感到过年要有个开门红呢 我觉得这轮上涨虽然 那个香港上涨会比其他周边市场多一些 但总体而言没高出特别多来 因为在春节休假期间 其实海外股市是有上涨的 经过几天休假之后 我觉得重新开盘之后 其实是港股有一定的时候 可能节日期的影响 也有部分 比方香港最近疫情好了一些 内地疫情也好了一些 然后加上补涨的一些需要 所以港股在昨天表现是比较好的 但是我觉得也不算特别特殊吧 因为日本韩国周边市场的涨幅 作为整个亚太而言的话 其实也是有上涨的 但涨幅比港股略少一点 但也没有显得特别的突出 我觉得总体而言还是补涨 和追随整个市场 海外市场在春节期间涨幅的一个体现吧 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美国方面 围绕拜登政府的一个高达 1.9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措施 市场上其实这个争论的声音 是刺激比伏的 那么在早前先有不少的华尔街大行 就预期说这个刺激措施的规模 其实也最后推出来的时候 只有大概是1万亿美元左右 远不如拜登之前的一个既定目标 那么这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究竟是否会对金融市场的稳定 带来一定的风险 您觉得市场会具体怎样来反应呢 这个计划本身市场之前觉得 可能1万亿左右都够了 然后它市场推出的比预期要大 这个计划事实上在它正式上任之前 就已经跟市场吹风了 所以市场的预期虽然来回再变 但逐渐也开始把1.9万亿 作为一个标准的一个计划 来作预期之中 因为目前在国会的一个流程而言的话 我觉得1.9万亿推出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它所带来的风险可能不是本身这一块 因为1.9万亿这个大家可能认为 部分经济学院认为超过实际需要的一个次计计划 有可能带来潜在的通胀的一个压力 这个可能是更主要的一个风险的来源 因为通胀有可能带来利率的上升 而基本上很多时候 美元利率在之前其实是有明显的一个下滑的 然后如果最近我们看到 时间期美元利率上升其实很快 跟这个1.9万亿带来通胀 与其上升也有一定关系 所以我们实际上担心 由于这个美元的一个利率上升 然后对于目前过高的一个故事会带来压力 关于那个1.9万亿是否带来通胀的问题 其实之前在美国内部也有一些争论 之前的财长萨摩斯对这个带来通胀 持一种比较可能的一个态度 他认为这会带来通胀 那现任的那个财长耶伦对此反对一个态度 他基本上认为不会 我们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在中国入市之后 特别是2001年入市一段时间之后 全球特别是中国制造业产能 大规模的上升 全球制造业产能其实是非常从与甚至过剩的 在过去十多年以来的话 就是由于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胀 其实这个现象已经明显减少 就是从历史经验而言的话 其实仅仅是有1.9万亿 残词政策 然后伴随着那个货币的超发 美联储的货币超发带来通胀概率其实不大的 但是目前由于市场预期的一个变化 就预期有些时候可以带来的一个 预期通胀可能带来真实通胀 因为我们也看到 其实虽然全球经济还没有从疫情中完全恢复 但是那个全球的商品价格指数 包括原油价格指数 已经开始接近疫情爆发前的一个水平了 同时另外一个就是 中国制造业产能虽然非常的充裕 可以弥补美国的可能的 那个所谓的产能缺口 但是由于目前有贸易战的韩币没有完全结束 美国对中国还是有20%多的平均关税 所以使得中国造业产能弥补 美国产能缺口的一个空间可能变小了 所以这也使得 这轮的通胀的可能性在上升 这轮通胀性可能性在上升情况下 然后实际通的 所以利率也跟着往上走 然后对目前很明显偏高的一个估值 其实会带来一个潜在压力 但这个压力我觉得还是潜在的 目前还没有完全体验出来 我觉得是这样的 好 那我们看回到国际方面 还是美国 目前美国的实际利率接近历史低点 许多机构也都预测 它2021年会有一个温和的反弹 那高盛也是发表过报告 他就警示了说实际利率 超预期速度回升的可能性 以及美元作为全球资产的一个定价之矛 它可能会产生的潜在影响 那么在这里也想请您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对于美元这个定价之矛 它的这个走势 另外对于资本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投资者应当来怎样 规避这些风险呢 对 这个问题其实挺重要的 因为刚才前面的问题我也提到这一些 就是今年以来特别疫情爆发以来 全球市场虽然之前美国市场经济过 几时熔断了一个大幅下挫 但目前的涨幅其实是非常之高 不断创造新高 不但港股创造新高 其他的全球主要指数创造新高 可能更早一些 然后美元利率大幅下挫 确实是带来全球资产价格上涨 然后更主要是股票板块之间的 一个明显分化 就所谓的成长股 高科技股这些股票的涨幅是非常之大 一个有代表性的股票 其实是特斯拉 特斯拉涨幅非常的大 然后它虽然目前呢 它的销售额大概只有 目前全球最大车企的丰田 大概十分之一 但它估值已经上升到丰田的三倍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估值水平 其实我觉得如果未来 我们刚才提到了 这个通胀预期带来的利率上升 这一点潜在风险是存在的 如果这个风险实际出现的话 那我们觉得投资者 当然他需要逐步减价 而且可能也需要把仓位 逐渐从一些高科技 估值比较高的板块 逐渐转移到估值比较低的 传统板块上来 因为我们知道即使以港股为例 一方面所谓的互联网股票 估值是非常贵的 但另一方面传统的像汇丰 像一些传统的内地银行股 像包括传统的制造业股票 其实都很便宜 其实某种程度上 目前的一个高估值 其实是结构性的 是一些由于流动性过程 带来风险偏好 大幅上升带来的一个 流动性结构性的估值的 一个偏高 所以大家有些时候 如果随着经济复苏 利率上升情况下 我觉得市场投资者 应该可以逐渐把仓位 挪到跟传统板块上来 这样的话 其实既不会错过 经济复苏带来的一个 可能公司业绩上升 也不会因为估值下降 带来一个特别大的 一个本金上的一个损失 从具体观测 这个可能的风险点而言 我们觉得 可以看看那比特币的一个走势 比特币当然最近还在涨 比特币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 市场风险偏好的指标 就是比特币如果它依然是 局高涨的话 显着市场风险偏好 依然还是很高 但是如果这个指标开始大幅回落的话 投资就需要比较警惕了 好的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邱先生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电话连线 做了详细的解读 谢谢您 好的 明日事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